作为家长非常操心的是孩子在学校的这个读书 其次就是就餐问题 这个孩子在学校吃饭问题啊 问题是多多不断的有 所以这也难怪家长对这些事情不得不操 一大半的心在这个上面 而最近呢关于中小学生啊 这个五间家餐五间的这顿饭啊 吃盒饭送过来 它的原料居然是这个预制菜 而预制菜当中的很多蔬菜呢 已经发黑啊 这个没有变质 但不等于有营养 是吧 那这种情况之下啊 很多家长呢自自觉的啊 做好午饭带到学校去 其实这对于学校的这个管理也是很混乱的 所以很多专家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而更多的地方的这个教育局 已经发出了这个通知 是不允许啊 预制使用预制菜的 要求学校呢 食堂或者说中央厨房啊 一定要使用当天的新鲜菜叶子啊 新鲜菜这样才能够保证孩子们的健康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挣钱和孩子的安全方面 这肯定是有矛盾的 所以很多家长用缴投票选择自己送菜 但是对更多的家长没有时间的话 这孩子的这一顿饭要吃好 真的是操碎了心 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您是否也会要求强制 不允许使用预制菜来为孩子们提供午餐呢 这一顿饭要吃好